那么刚刚呀 我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这个装饰器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主要想表达的核心 你要听明白核心点是什么呢 我把原来的一个函数的引用 当做食餐 传递到另外一个笔包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笔包不是说 它有代码 还有变量 变量吗 我把这个引用呢 传到那个笔包的变量里面去 就是传到那个外边 那个变量里面去 那外边那个变量只要捆上了 那么请问 接下来你什么时候去掉 笔包里面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去掉这个引用 是否意味着不去掉原函数 是这个道理吗 其实这就是核心点 最终的表现形式是 在你原来掉函数不变的情况下 能做到对这个原函数功能的扩展 比如说 你原来没有加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地方这两个调用 它对后的结论一定是只会执行这个 那么我现在执行 起上这一句话之后的结论是什么了呢 把这个引用当着十三传到这 它不就指向了这个地方了吗 那么接下来 我为了能够去调用的时候 依然函数明不变 所以说呢 我又拿着泰式的一去重新指向了里边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再看 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泰式的一是指向这个地方的 那么现在泰式的一是指向哪呢 现在泰式的一让它指向里边这个函数 然后反过头来里边的这个函数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是不是指向了原来这个地方函数 那么这种情况也不就做到了 我原来是直接直接调用你啊 现在是我先间接的去调用这个 然后这个再间接的去调用你 请问是不是像那家的东西啊 这就是装饰器的功能 那一般有什么作用呢 不要想要那么复杂 那种单件的说一般有什么用啊 我出一个问题 我想计算计算这个函数在运营期间 执行的时间 那么多 跑一千米你跑多少分钟啊 你们上高中的时候跑不跑我不知道 我们初谈毕业的时候想要上高中 必须得过体育这个坎 什么坎呢 什么跳远 引体向上 还有一千米 我们是跑一千米 多少及格呢 三分四十秒及格 然后呢 我跑了三分三十二还是三十几 差一丁点就挂了 反正是要过去了 对吗 他怎么知道我挂了还是没挂呀 三分三十几秒怎么出来 来预备跑 掐个表 来你过来了 你是一号 你是二 你是三号 啪啪啪 按几次 来一号 多少分钟 二十多分钟 请问两个时间 一刀差 请问是不是时间 怎么着呢 我如果想要计算计算这个哥们整个运行期间 时间我可以怎么做 咱猜猜猜 就大体方向咱猜猜猜 你可以怎么做 咱们看到了吗 咱们先验这个字典 咱们两个研究竟来 我们现在是这个 特别有的 就是个小机 就是个小机 到现在才这么多秒呢 是你算的 一小时是3600秒 这是一小时 这是多少万小时 你就可以自己算的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几十年而已 这个时间按整数来算 这就是UNIX时间戳 为什么从1970年 不从南国中心中国成立那天 1949年算了 因为不是难发明的 美国人发明的 而且美国人发明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大家是不是还要记得 所有的今天的套手系统的 最大最原始的鼻子是谁 UNIX是吧 UNIX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1970年创建出来了 就是1969年 1969年到1970年左右 创建出来了 因此为了纪念 这个套手系统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所有今天的时间 时间戳 都是以那个时间为七点 到现在的描述 好了 那么这两个时间戳一相见 就是你经过的描述 听到我意思了吗 那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我等一下看看 那这个装饰器 还能有什么用 好吗 我想计算计算你这个哥们 这个运营时间 怎么办 我在调用你之前 我先掐一下表 可以吧 那比方说 start 等于 然后把这个哥们 带写一下 比方说你是stop 然后print 这个 o time is 这个这个百分f 有小事点是吧 百分号写呢 start time减去 stop time 哦 写到了 原来其实也行吗 不就是负数吗 来减去 减去start time ok 来 把它一般呢 是把它扩起来 当作一个整体 当作一个整体 比方说05 这个装饰器的作用 来统计 一个函数的运行时间 好了 在对于开始的时候 抖入 抖入这样的bug 是最简单的 这无用之一 我还真的写完了 这个我在想什么呢 我刚给你开个玩笑 你看你就让你 就是你真了 零几呢 零五 走 运行的时间 对吧 是不是这里边 运行时间 是不是这么长 那很简单 那个写个方向环吗 for i in range 然后比方说 写个一万 然后这里边干什么 啥也不干 来 时间是不一样了吧 你这里边只要代码一改 是不是将来运行 这个时间是不是不一样了 为什么有两次呢 是因为我在下面 是不是执行两次了吧 一般来说 运行这个函数呢 就差这个时间 基本上都是差不太多的 就根据你当前操作系统的调度算法 是不是它还会有时间差呀 这是一定要 不要觉得百分之百一定是一样的 会有误差 这是百分之百的 因为操作系统在每一时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这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好了 现在能大体体会出来 装饰器有什么用了吧 要么在这个函数之前 整体的事情 要么在它之后的事情 这就是装饰器 还有一点 将来你原来 掉用函数的地方 不用修改 听清楚了吗 这就是装饰器 这就是装饰器的动作 好了 最后的效果就是 以后咱们制写这个东西 而不用写这句话 听得清楚了吧 但是如果人家让你实现一个装饰器 你也得知道怎么实现 这就是实现它了 把这个能明白了 这句话就等待它 OK 你已经会了非常厉害的功能 这就是装饰器了 那么装饰器 它只能用一次呢 还能用多次呢 它能对什么函数装呢 有三数 有反分值 有多个 还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接下来就去研究研究 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吧 咱们就奔了一个方向 能不能对多个函数装 能不能对同一个函数装多个 能不能去装 无参数的 有参数的 有多个的 有反回值 怎么样 研究这个问题 好了 来 咱们就带来这个支点啊 咱们就开始研究 好了 那么咱们首先呢 研究一下 对没有参数 没有返回值的装饰 0 0 6 对没有参数 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进行装饰 那么这个有返回值 有参数吗 是不是这个不需要参数 也没有返回值 请问是不是它呀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咱们想来是不是用过 好了 这个都 是吧 这个都用过了 讲一讲 你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 这个没有参数 这个没有返回值 那么我将来 我去掉你的手 是不是不需要写探数 你没有返回值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不需要写 写一个东西来保存吧 因此就这样 好了 咱们最后试一下 试一下咱们这个就结束 python306 这是一样的 没有参数 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是最简单的 来 咱们紧接着说第二种 那么第二种是07 对 对有 参数的 函数进行 有参数 无返回值的函数 进行装饰 首先 咱们先确定确定 test1 让它有一个参数 比方说 number 它需要一个值 正常情况下呢 你在去调用它的时候 那肯定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这么写的 那么 他们要明白一点 咱们正常情况下去 调它的时候 咱们正常情况下去 调这个test1的时候 请问这里边是不是写个纸 我写这个100 请问意味着什么呢 100给它 接下来它打出来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既然我接下来拿的这个装饰器 要对test1进行装饰 那么请问 我这个地方是否需要进行对函数的修改呢 看看 咱们理解了一下 请问 我此时此刻调用test1会怎么着 调用test1 调的谁 是不是调这个 这个里边的这个FUNC 是不是调这个 那么请问你带的100 给谁的 是不是给这的 那么银和这个地方你怎么着 你写上一个探数 然后呢 接到零 就是这个100 已经能够成功的传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接下来打印这个 打印这个 接下来是不是同这个地方调它了吧 我写上对方的这个引用 写上括号的话 是不是掉下来这个函数 人家写上了一个形态 我没有实态 能行吗 也挂 音色怎么着 这个地方写什么 是不是就写number 那么请问这三个number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100 是实态 是给这个函数的 这个变量叫number 它的值是100 我接下来把这个变量 number里边的值当做实态 传到这个函数里边来 没想到人家保存的时候 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也是用的number 那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100了吧 那么有人说 你能不能不用number 可以啊 来 把它Ctrl D选择 我换成A 瞬间就明白了吧 我100给A 我把这个A的值当做实态传给number 请问number是不是就得到了 什么意思呢 最终想体现出来的道理就是 如果被你装饰的函数 有坛数 将来掉的时候一定有坛数 那掉的时候一定有坛数 那么你这个地方为了满足人家 为了迎合人家的需求 你人家有几个 咱们是不是就写几个 这是第一个地方要变 第二个地方 我去掉它的时候 人家有一个形态 那么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得写一个试探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就把我接受的那个值拿过来再传进去 原来是我直接把这封信递给我媳妇的 现在多了你这个中间人在里边 我把信给了你 请问你是不是应该把信是不是带给我媳妇了吧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你向这一传递把这个值传进去 能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吗 来 看照 咱们实现一下 Python307 行吧 这是不是100 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个地方 你再来一个 你把它换成200 懂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了 没有任何问题 我原来就掉TESD1 TESD2 叫TESD1100和200的时候 只是显示TESD1100 TESD1200就完了 现在是每一次掉用TESD1 TESD1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全线验证都很执行 而且接下来这个原函数 是不是也都会执行了吧 这是装饰器 好了 这个就是对拥有一个函数进行的装饰 对吧 来 这个两分钟 理解一下 这就一定要彻底明白 大家就继续完整 两分钟开始 哦 好